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放门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女孩子的手相 这个子女线有两条子女线 子女线就是跟婚姻线垂直的两条线 垂直这条线可以看得出 子女纹有两条比较均衡的话 拥有两个孩子 而且是双胞胎 子女会孝顺 虽然在年轻的时候会吃一些孔 但是晚年会享受子女的福分 多福多寿之手相 这个事业比较坎坷 不过却很努力 这种手相适合做一些小生意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手相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 这个手相从她的事业线非常的笔直 向前说明子女的事业线 事业是非常不错的 会拥有一个自己非常喜爱的事业 婚姻初期还可以 但是到了后期会有一些诱惑 后期会有一些诱惑 自己要把持住 那么子女线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当然这个要放大图片来看 显示她有一个孩子 一生当中也是比较幸福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这个手掌非常的饱满 这个根基非常不错 生命线弧度也是非常的好 生命线你看 非常干净 非常深长 这个身体素质 包括自己的运势也是比较强盛的 这个事业根基也是非常不错的 从这个砍弓的位置出发 事业线也是清晰直上 跟这个手相当中形成一个M字纹 M字纹有一个特点 就是先骨后天 这个包裹的镇弓的 包裹的这个金星球的范围 也是比较广阔 比较饱满 整体手相根基非常不错 福气不错啊 但从这个婚姻线 能够看出 此女的性格是比较直爽的 爱情呢也是比较专一的 事业会相对差一些啊 这个事业线有分段 分差分段 并且呢中间这个 断开比较多 说明此女的事业不稳定啊 不过家庭还是比较美满的 会有一个非常疼爱自己的老公 这个整个手相还是 福音还是不错的 好了有关这个手相就简单的分析到这里 如果是需要详细的一些分析啊 可以或者是有这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这里还是天鹅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按照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